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马来西亚本土出生的 我是第一代人 我的父母是从广东、中国、梅州 客家人从中国过来 我们的传授的 给我们的传统的教育 钟、笑、忍、爱 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精神 从小对中国的毛病 特别关注了 我的画 我是非常强调内涵 文化的内涵 我受过中国画、西洋画这种传统 两方面的传统训练 我在多年来 这几十年 我就把东西绘画 我完全把它吸收起来 作为我创作的一个意念 七十多年的时间 我就一直在画画 不停地画到现在 我的工作也是教育 除了画画 我就是同事教育工作 我在云南大学 内蒙古师范大学 我开了一个课程 还有一个湖南、诸州、郑山 国际现代设计学院 中国我就办了三所学院 培养了我看已经有十几万人了 中西化我都画了 不过我专注在水门画这方面 因为我们东方的绘画 追求欣赏的 而且还要看出这张画 行家可以看出你这个人的画 一笔下去 人家看你的修养 可以从画里头看出来 那个境界高不高 这幅画一带一路的构思 是希望能够给世界带来和平的信息 这个就是我一个梦想 我常常都在期望做 我能够建立一个艺术村 这个村里头要设立一个艺术高校 培养这些新的一代 不过我这个梦呢 也还继续希望能够完成